电影娱乐,云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带来国产恐怖动画 暴走恐怖故事,里面几个精索的小故事 种植香烟,为了营造健康而绿色的世界 世界健康组织已经进行了全面的经验活动 所以现在全球都停止了制造和售卖香烟了 那烟鸣阿坤,爱神叹气道 就剩最后一只香烟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熬啊 抽完这根后,阿坤顿时感到空虚和寂寞 然后,阿坤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你们谁还有香烟,我愿意100元买一根 结果下面立刻有网友跟贴,我愿意1000买一根 看来现在香烟,的确是买不到了 就在这时,阿坤收到了一个私信 对方说他没有香烟,不过可以卖给阿坤种香烟的种子 虽然阿坤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还是购买了种子 几天后,阿坤就收到了一个快递 打开一瞧,真的是他购买种香烟的种子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阿坤就按照说明书开始种香烟了 结果给种子浇了几天水后,还真的长出来一根香烟 阿坤迫不及待的抽了这根香烟 虽然这烟不怎么好抽,但总比没有抽的好 从这天之后,阿坤就开始大量种植香烟了 然后阿坤还将这些香烟高价卖给那些论坛上面的烟民们 短短半个月的功夫,阿坤就赚得盆满钵满 香烟种子用完后,阿坤继续私信上次卖种子的人 打算再囤一点香烟种子,结果那个人不回话了 于是阿坤又在论坛里发帖,有没有人知道种植香烟的种子 结果还真的有一个网友回帖,他有种子 阿坤见状,立刻私信网友说 那个卖种子的好长时间都联系不上了 现在急缺种子,可以卖一点给自己吗 网友却回复,他不仅有香烟的种子,还能种出香烟的种子来 阿坤非常震惊,有香烟的种子就可以发大财了 如果还掌握了种植香烟种子的技术,那还不得上天了 于是阿坤表示,拿一百万购买这种技术 网友表示可以,不过要当面交易 就是去他家亲自传授 画面一转,阿坤来到了网友的家 这位网友是一位中年人,可奇怪的是 他的一只胳膊没有了 进屋后,阿坤发现网友家里有很多家禽和小动物的尸体 然后网友告诉阿坤,自从他种植香烟开始 他就好奇香烟的种子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直到有一天,家里的狗死了 然后在他的体内发现了大量的香烟种子 他这才想起来,这只狗昨天误吞了几颗香烟的种子 后来网友又拿一些家禽做实验,并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香烟种子的确是肉培育出来的 说完,网友拿出一根烟给阿坤抽了一口 结果阿坤直接被呛到了 对吧,这烟很难抽吧 因为这是用动物培育出来的香烟 要想香烟好抽,就必须用高级的肉 所以我才牺牲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 接着,网友又告诉完阿坤一个恐怖的事情 之前售卖种子的卖家就是在自己体内培育种子 最后死掉了 所以阿坤一直联系不上他了 听到这里,阿坤吓得瑟瑟发抖 香烟种子我不要了 然而网友却笑着说 已经晚了,种子已经在你身体里面了 刚刚给你的香烟就有 就在网友准备到阿坤下毒手的时候 警察冲了进来,及时支付了网友 画面一转,阿坤被送到了医院 阿坤起来后,医生就告诉阿坤 这里是医院,没事了 喝了这碗粥,你就能恢复体力了 阿坤说了一声谢谢,就大口喝了起来 结果喝了两口后,阿坤发现不对劲 这粥里有大量的香烟种子 然后医生就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医生就是幕后大佬 市面上流传的香烟种子都是他培育出来的 阿坤惨叫医生,最后也沦为了培育香烟的肥料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鱼里解忧 下次再见